選戰的過程當中 說實在話 柯文哲團隊是真的被 蒙著頭打得很嚴重 打個半死不活 打完一場漂亮選戰 柯文哲競選發言人林曉琦 晚間再上節目侃侃而談 只是選前團隊被圍毆 炫護自己也沒好到哪去 這個事情說實在話 結果現在也不是柯文哲的發言人了 我們可以揣摩一下老闆的心態 前老闆的心態 從1124後就不再掛選辦發言人 但在市政過渡期依舊在團隊幫忙 但眼看就要被用完即丟 臉書PO文更是酸溜溜 曾傳出積極爭取官傳局長一位 但市府總辭後 內閣名單依舊沒有自己名字 林曉琦稱自己能力不足 沒有機緣能蓄留北市府工作 儘管專業多多 並非任何工作都足以升任 甚至公開信箱找工作 現場的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以大學姐之姿回鍋團隊 在2018選戰中9個月 表現同樣亮眼 2014年就以海選方式 出任柯文哲團隊發言人 從上節目辯護到活動主持場控 樣樣難不倒 如今柯文哲成功連任後 卻傳出內部不合 甚至卡不到位 暗然退場 社會現實 人情冷暖 林曉琦首先感受 記者董東俊成為越台北 採訪報導